由中华館家具公会历办的中华家具大店 邀请40华京高台湾 地名家具大厦 带来上新上流行的家具 在廉价期间 在中华管理体育馆电厕 亚伯的正式开房的家具店 已经有消息灵通的民众出生来看 除了民众以外 是没有家具可以公式 经典不败家具算得 理解入价减和时中 是没有家具 社会到不让美观使用 经家减固 五行风水 主办人员表示 这回家具店中华邀请40华间 国内华地名乘乡来参加 多数入这都是工厂第十位 所以电厕家具 也一定是上新上流行 像这个厂商 它自己的所有的设计 风格不同 而且它是有专利的 它每一样 不管是我们的泡茶桌 还有我们的办公桌 还有风水桌 这些在家里面 摆放也好 公司摆放也好 那它的特色都是不同的 而且你在市面上不容易找到 那又包括我们所有的厂商 大部分都是工厂来的 那它们的跟大批发商 但是它们的东西 就是如果你在外面看到的话 可能在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一手的消息 咬着讲到万丹家旗 没想到去风景区 人家人 算在来世家具电视 美败的算得 菜喵电的青雄 也都有特别的油肥打扎 大众的新闻 中西梁中华 彩虹报道